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我们人人都有四根 分别是鼻根、乳根、耳根、脚根 其中鼻根就是苗翹之根 苗翹即露出苗头的孔翹 鼻根反映新功能常用 把握好鼻根,对身体很有好处 乳根,中气之根 中就是大的意思 中气即使人体那些长大的气 大量中气聚集 推呼吸 乳根的位置是这里 我们说话,呼吸、嗅觉、心跳 也都跟中气有关 护好乳根,对人体的心肺大有好处 耳根,神迹之根 神迹指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与活力 耳根在我们耳朵中间 我们耳朵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室位 全身脏腑在这里 都有特定的反射点 当身体发生一些问题 它就能像情报员一样 在第一时间出现疼痛、敏感、变形、变色等反应 护好乳根 有助于唤醒我们的神迹 对身体非常好 脚跟,精气之根 脚跟就是精气的肿部 也被叫做人体的对外心脏 养好脚跟,全身都能受益 以上鼻根、乳根、耳根、脚根 就是我们的四根 养好四根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 我们怎么养四根呢? 上面我给大家演示 用这个罐子非常方便 首先鼻根 我们可以先在鼻子周围搓一百下 然后拿着这个罐子 对着鼻子周围 温和揪三到五分钟 温温的,很舒服 揪能温精通落 特别是平时鼻子觉得不舒服的人 揪一下 鼻子会马上感觉舒服很多 然后到矮根 拇指和食指一起夹住耳朵 从下往下拉自己的耳朵 要整个耳朵都拉到 拉一百下 拉完后 用罐子对着耳朵 熏三到五分钟 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 感觉温温的,非常舒服 坚持这样做 年纪大了也能耳清目明 接着到五根 男士可以直接从向往下戳 一百下 女士可以从两侧往五根方向戳 也是一百下 做完后 他们要不要再做完后 这个还是一百下 三千元 填水 因此 这达了 我做完后 这达了 如果你这么想要 再说 就是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